娱乐焦点来关心 小S还第三胎四个月了 家人和外界都非常的关心 到底怀的是男还是女呢 根据了解她最近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透露产检的结果是女儿 但是呢先生许家一脉单传 外传呢小S努力的怀孕 就是想帮许家留一个后代 但是呢怀孕之后种种症状 让她觉得呢还是女孩 结果呢预感真的成真了 不过呢朋友说呢小S还是一如往常 认为宝宝的健康 比身男生还是女生都还要重要 不喜欢外界一直关注孩子的性别 担心呢会影响孩子和家人的情绪